先决,正吻,第十六章,沙狼,斗冠,吓,他猛然反应过来,一声怪叫赶紧把手掌一片,的一声剧长狠狠地按在了一侧的石瓶上,剧长吓得十砖灯时成了一片鸡粉,粉尘飘飘扬扬起来,见了木一酌一声,一阵笑声,从黑暗之中走出来的人竟然是五罗,所有的人目瞪口呆,马红结结巴巴,这,这难道我看花了眼,他使劲揉了揉眼杵,再看去,没错就是五罗,这怎么可能,狱卒们一下子炸开了锅, 五罗能够从白青的手中逃出来,这太不可思议了,所有人都以为五罗死定了,结果他活蹦乱跳地出现在众人面前,乔虎哈哈大笑,狠狠瞪了一边的木一酌一眼,拉着五罗问长问短,狱卒们重新燃起了希望,自然也是欢乐无比,围着五罗说东说西,只有一边的木一酌,脸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,心中已经将白青恨得要死,下定了决心等白青出来要他好看,可是木一酌等了好一回儿,始终不见白青出来,木一酌大看, 按存本做布置的事情你没办好,不敢出来见我了,木一酌二话不说,化作一阵狂风冲了进去,片刻之后木一酌狂吼一声冲了出来,狱卒们还没明白怎么回事,木一酌只把袖子一摆,一股狂风将所有的狱卒扫到了一边去,就连乔虎和马虹都无力抗拒,木一酌冲到五罗身边,一把抓向五罗的脖子,就在这时,一声狂吼炸雷一般想撤若炉玉上空, 一道巨大的铁剑腾空而起,隔空一剑刺向木一酌,木一酌大怒,拓拔滔天,你找死,一面铜拔自木一酌背后升起,迎风而长,化作木盘大小,狠狠拍向云铁重剑,地面上,隆起了一线土丘,石砖拍拍作响,一路崩碎,血光锁链地形而来,猛然抬起好似蟒蛇,木一酌把手掌一开,一掌拍在了锁链上,蹦,锁链哗啦一声摔在地上, 木一酌却也一个亮呛道飞回去,凌空翻了两个金斗,木一酌不欲跟拓拔滔天纠缠,一指五罗问道,五罗,白青哪儿去了,五罗冷哼了一声,放弃了趁着拓拔滔天和木一酌争斗,用发思索恋暗算木一酌这个诱人的念头,他冷冷答道,他擅自靠近囚犯牢门,被人捉了进去,此时只怕早已惊化的骨头都不剩下了,你放屁,木一酌破口大骂,你个小贼,定是你害死了白青,休要找这些弱智的借口推脱责任, 狱族们也有些晕头转向的感觉,五罗所说的听上去合理,但是时尚若如玉从来不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故,难道说真是五罗杀了白青,这太不可思议了,五罗跟白青之间,可是差着六个等级啊,面对木一酌的指责,五罗冷笑一声,副典狱长,木一酌大人,您未免太高看五罗了,我能杀得了青皮白眼狼,他这么一说,木一酌顿时哑口无言,狱族们也暗自点头,唯独巧虎,看向五罗的眼神有点怪怪的,地面咚咚作响,拓拔 拓滔天狂奔而来,木一酌,你个老匹夫,又来找我兄弟麻烦,木一酌冷哼一声,无论如何,白青是跟你一起进入监狱的,现在生不见人,死不见尸,这件事情,你总要给个交代,随我去见典狱长,拓拔滔天大怒,上前一步就要跟木一酌动手,五罗一把拉住他,我问心无愧,去就去,五罗杀了青皮白眼狼,道的却是问心无愧,木一酌,五罗和拓拔滔天直奔望山阁,留下狱族们面面相去,几个手下, 乔乔问乔虎,乔头二,您说真是我,的吗,乔虎看看周围,小声道,肯定是,啊青皮白眼狼可是九宫境界的修士啊,乔虎忽然一笑,这小子,最近干得让人惊讶的事情还少吗,众手下一响也是,而且若卢狱从来没有发生过只是靠近牢门就会被囚犯抓进去的事故,明显是五罗在瞎掰,一个只开了四窍的宝山境界修士,竟然杀死了一名九宫境界的大修,乔虎神情忽然有些骇然,五罗杀了白青, 而且毫发无伤,几个手下明白了乔虎的一丝,顿时吓得一个哆嗦,五罗比白青等级低得多,不但能杀了白青,而且毫发无损,似乎还留有余力,这家伙还是人马,等级这么低,就有这么可怕的战力,乔虎的嘴巴很严 但是他那些手下却未必,而且狱卒中也有精明人,都看出来肯定是五罗杀了白青,这个消息很快传开来,从虎门外到望山阁这一路上,狱卒们几乎没有人说话,都被这个消息惊呆了,望山阁下面,所有的狱卒瞧手仰望,五罗他们刚上去的时候,沐一酌咆哮得好像怒尸,可是也不知道叶念安说了什么,迅速地安静了下去 狱卒们坠坠不安,连他们都能看出来是五罗杀了白青,叶念安这样的老狐狸怎么会看不出来,所有人都在期待,可千万别在这里出什么问题,沐一酌要是做出什么决定,还有叶念安可以阻止他,要是叶念安做出什么不利于五罗的决定,那今后谁还能替大家下离人渊 马红一别嘴,放心好了,叶念安是不会让沐一酌如愿的,也有别的扳头担忧的摇头,那可不好说,你没听说过官官相护,而且这一次死的可是沐一酌的心腹,再加上之前他儿子的事情,沐一酌要是做出拼个鱼死网破的姿态,你说叶念安会不会保着五罗,乔虎和马红一时间都担心起来,人家说的没错,沐一酌这回的确有种拼到底的感觉,五罗可不是叶念安的人,如果叶念安真的想保护五罗,乔虎来求情的时候就一样, 应该阻止白清了,众人在下面等的坠坠不安,都在担心五罗,时间就过得好像特别慢,忽然,咚咚咚,一阵尘缓的脚步声从楼上传来,五罗一脸轻松,慢吞吞走了出来,看到他的神情倒也知道没事了,顿时所有人发出一声欢呼,这欢呼可不是给五罗的,而是因为以后能有办法避免亲自去离人渊了,五罗从头到尾,都镇定自若,似乎根本不把沐一酌当成一威胁,这让不少狱族暗暗钦佩,到底是五罗早就看透了整个 事情的走向,还是他的战力已经强大到不必畏惧穆一酌了,这就不是狱族们能够猜到的了,但无论如何,五罗的这种镇定,让狱族们大势钦佩,也有不少人暗中奇怪,难道说叶念安在向五罗示好,盯着咆哮的穆一酌的压力,硬是把五罗保下来,叶念安可是堂堂点狱长,若卢狱中说一不二,竟然要主动向五罗示好,那些暗中留心的狱族们,注意到了叶念安这一次的态度,便起了别的念头在看向五罗的眼神,已经不一样了,五罗 五罗在他们心中,已经从一个单纯可以利用的人,变成了可以投靠的对象,这件事情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,五罗的借口,根本没人信,谁都明白白清肯定是死在了五罗手中,但是大家都没有证据,而且叶念安有一个极好的借口,五罗只开了四窍,杀不了白清,最后,甚至连向征信的惩罚都没有,五罗就安然无恙地离开了望山阁,至于他走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,五罗也懒得去管,乔虎又要去食堂庆祝,这回连马后, 五罗都要凑着一起,白清死了,马红才是直接受益者,而且马红看青皮白眼狼不顺眼可不是一天两天了,五罗跟大家约好了,晚饭的时候,就辞别了众人独自回到了屋子里,锁好了门,五罗放出木盒宫殿,将自己收了进去,在白玉神殿内,五罗将自己的这一次的战利品拿出来,那只法宝妃剑就算了,连法司锁链都没胃口吞噬,五罗不用看也知道不是什么好货色,倒是那只乾坤带,因为白清已经死了,上面的禁制也随之消失, 五罗打开来一看,忍不住大骂了一声,狗东西还真他妈,的有钱,白清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斑头儿,五罗知道若鲁玉的斑头油水很厚,上一回在桥虎那里已经见识过了,但是却没有想到白清竟然这么有钱,乾坤带中,首先是一堆玉翠,不错,整整一堆,少说也有几千枚玉翠 显然这些玉翠也不怎么受重视,只是随意地堆在一起,将这玉翠清理出来,丢进了天府之国,后面的东西才露出来,这乾坤带里面的空间约末有三间房屋大小,在修真戒中也算是不错的法宝了,里面几乎是应有尽有,各种珍惜的制气材料,十几件法宝,七八瓶灵丹,还有三十多枚玉翠破,甚至还有一枚玉翠金破,看看白清的家底,桥虎简直就是个乞丐啊, 武罗将这些东西尽数转移到了天府之国中,却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异常的地方,武罗看了两眼就弄明白了,竟然有人在这里布置下了一个独特的禁制,在储物空间里还布置什么禁制,这可是十分少见的,因为储物空间只有自己能够打开,武罗观察一下发现,这禁制的手法竟然颇为高明,不是白清这种境界的修饰能够布置的,他顿时大为好奇,难道说白清得到这纸乾坤带之前,这禁制就已经存在,武罗的眼光远非一般人呢? 能比得了,就算是叶念安也远远不如他,这禁制连武罗都差点忽略过去,更别说白清了,他念头一转,就把事情拆了个大概,只怕也是某个囚犯,知道自己死后东西肯定落到其他人手中,所以才布下了这个禁制吧,武罗登时好奇起来,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东西,让那囚犯死了也不放心,想方设法的要藏起来。